从5月1号开始要来申报个人所得税 截至6月1号为止 那么要申报所得税之前 除了以治安人凭证来查出所得资料之外 多数的纳税人会向国税局来查掉所得 今年为了节省民众等待的时间 可以查询码的方式来查个人所得 国税局同时也可以省下购买光碟片的成本 纳税义务人不是用税额试算 想要在报税前了解自己和家人的所得资料 以往要亲自跑一趟国税局取得所得清单 或是查掉所得资料的光碟片 对纳税人来说实在不方便 今年国税局提供查询码方式 线上即可查掉所得资料 今年的新的措施就是查询码 就是我们如果民众到国税局来的话 我们国税局就不主动提供光碟片 我们以提供查询码的方式 然后让民众可以做申报的动作 然后或者是说虽然是单上面 也会有查询码的资料 那我们就直接用查询码 配合我们的出生领月日 然后配合我们的身份证字号跟户号 然后进入我们的网络申报的系统 就可以完成网络申报的动作了 有了专属的查询码 搭配个人身份证号码 户号还有出生日期 即可让纳税人自行下载所得 以及扣除额资料 这样一来民众更便利 国税局也不用再编列预算购买光碟片的成本 好处更多 中嘉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